长月尽明,正在热播中,桑九因族人惨死黑化入魔,屠灭藤蛇一族,将族人掀水炼制成轻视之欲,引来天雷。 明夜用自己神髓化魔谷,助桑九渡劫,只是他万万没想到,桑九因为救他没有了半壳,无法承受天雷最后在他眼前相散。 而桑九与命运的结局也暗示离苏苏与淡台晋两人的命运。 看懂淡台晋结局惨死在同碑道,才明白离苏苏根本没有改写命运。 这一切不过是命运的轮回,淡台晋命中注定要与离苏苏经历三生三世,离苏苏就是淡台晋命中注定的结,也是他的救赎。 淡台晋因为是魔神转世,一出生便没有情思,母亲也因他而死,所以在成长的二十多年时光里,他没有得到过一丝温暖。 离苏苏的到来就是他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,他可以吃饱饭,穿新衣服,有人可以为他而死,所以他对离苏苏有强烈的占有欲,只是这个时候的他不知道这种特别的感觉较喜欢。 在经历般苏苏苏苏苏,经历了名业的一生后,他体会到了这种感情,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情思,也慢慢努力学习爱一个人,把自己的全部真心将付给了离苏苏。 但是离苏苏苏在他最幸福的时候选择背叛他,所有人都可以背叛他,唯有离苏苏苏不行,所以他将所有的爱意化成了恨,用尽手段折磨离苏苏苏,因为他想要用这些残忍的手段让离苏苏服软,他就可以原谅他。 但抬尽知道他在做无用功,离苏苏对他永远残忍,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死报复他,让他生活在悔恨里。 离苏苏在死前希望他不要入魔,而是成神,所以在往后的五百年里,他一心向善,想要完成离苏苏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。 因为离苏苏的出现,但抬尽尝遍了爱情里的酸甜苦辣,魔神拥有感情的那刻就再也无法真正入魔。 所以但抬尽最后以身殉道,用自己的力量逆转了同悲道,拯救了所有人。 离苏苏直到但抬尽死的那刻才知道,自己根本没有改写命运,他就是但抬尽命里的结,他救赎但抬尽的那刻就注定了但抬尽最后惨死的结局。